都拉古诗 诗人通过对西洋野草 燕子一主的描述 深刻地表现了 惊喜沧桑的巨变 事故的变迁 隐含着对豪门大族的嘲讽和警告 诗歌前两句 将今日的衰败景象 与昔日的繁荣盛况 形成强烈的对照 第三句 用旧识两字加以强调 巧妙地赋予燕子 以历史证人的身份 第四句 再以寻常两字 强调今夕居民截然不同 从而有力地表达了 沧海桑田的巨变 朱雀桥边冷落荒凉 长满野草野花 乌衣巷口断壁残垣 正是西洋西邪 近代时 王岛谢安两家的堂前紫燕 而今筑巷却飞入 寻常老百姓之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